中國內部現在狀況怎麼樣 爛尾樓一棟接一棟 所以有一些買到他們這個房地產基金 現在是苦不堪言 爛尾樓怎麼救 現在有一個方法了 改成社會住宅不就好了嗎 這是個方法嗎 今天你們看惠敏的節目 我們來看全世界最大的爛尾社區 這個叫做遠看高大上近看茅胚房 這個地方很大 東北的一個標竿 這個叫沈陽恆大文旅城 我們看到這個跟你這樣念 你沒有感覺 我先跟各位說這個地方多大 這個地方單單戶數各位超過九萬戶 各位九萬戶 相當我們臺灣就是一個區的一個 例如說什麼中山區 裡面大概就這麼多 總投資金額是七百四十八億的人民幣 建物的一個面積是九百五十萬平方米 換算成臺灣各位三百萬坪 單單這個社區三百萬坪 那時候在賣的時候 你知道他們多划嗎 那大陸人在做生理是最划 他們那時候說什麼呢 首付兩萬 那這個兩萬我先跟你說 你來付了首付 你還讓你倒賺 為什麼呢 你付了兩萬 有了這個房子的一個所謂的首付之後 對不對 你把一台車帶回家 就是這樣做生意 然後那時候呢 金裝房每平方米 什麼叫金裝房呢 中國大陸他們的買房子 一般都是買毛胚房 裡面是沒有裝潢的 那沒有裝潢呢 你如果裡面要再加裝潢要加錢 他們就叫金裝房 金裝房就是幫你把馬桶啊 衛浴設備啊 廚房啊 一些東西把他給放上去 每平方米只要六千塊錢啊 好多人都拚命去買 預購拚命買 結果現在呢 成為東北最大的鬼城 各位你去看喔 剛剛這樣你畫面這樣看下來 我就跟你說這麼九萬金嘛 各位有恐怖嗎 好 這個只是沈陽喔 那現在全中國呢 全中國有三十一審 所以全中國呢 那時候呢 美國的投行曾經去算 美國投行就說 目前的中國的漁屋呢 大概有多少萬套呢 他們估計是六千萬套 到七千萬套之間 後面那句話比較有趣 他們說呢 把全德國人通通搬到中國去的漁屋 還夠住 這個是他們美國投行的說法 好 那現在美國最高 習近平最高的財經智囊 他就說 哎呦 那這個爛尾樓這麼麻煩 那現在怎麼辦呢 很簡單 我們就國家來收購這些爛尾樓 然後來蓋好 然後來出租 把國宅的比例 從百分之五 拉到百分之三十 這才是共產主義 哎呦 先跟各位說 這個阿姬啊 你這個理想太完美了 中國的官方任何一件事情丟出來 中間的至少是三成到四成 這個丟出來 中間一定很多人很肥 那各位達得到嗎 目前呢 單單五大投行要配合接盤八千個建案 各位 如果像剛剛我們跟各位談 那個文旅程 一個建案就九萬戶了 他是能夠接幾戶 他們就說 大概需要五年的時間 成本是四十兆的一個台幣 那很多那個財經專家就說了 現在中國現有的空污 可以放三十億人 繼續蓋房會增加供給 恐怕會提油救火 但現在呢 我簡單的跟各位說 我也算是一個比較小的財經專家 我來跟各位說 現在問題在哪邊 現在中國很麻煩 鋼鐵做一大堆賣不出去 所以怎麼辦呢 二零二四年 中國的整個鋼鐵出口增加 百分之三十六 通通賠錢賣 這是一個問題 水泥現在也是問題 好 那我房地產賣不出去 我問各位 房地產都沒人買 家具有人買嗎 沒有人買啊 家電有人買嗎 沒有人買啊 衛浴設備有人買嗎 沒有人買啊 這是一個連鎖的問題 所以為什麼房地產 他叫做火車頭產業 好 我們房地產先談論到這邊 中國今年因為疫情完之後 這一年是正式能夠移動的 所以有錢的出國去了 今年最熱的叫做東北哈爾濱 好 不管 今年好多人都出去了 現在開始算總賬了 今年應該賺錢 賺得很開心吧 各位沒有 發生什麼事呢 春節期間包括了商場 包括了美食街 不是幾億人在流動嗎 阿姬你看 鏡頭都空蕩蕩 怎麼會這個美食街都沒有人 然後很多人他們現在怎麼辦 他們這個叫窮遊 那為什麼窮遊 我已經花了很多時間 在高速公路上面了 我已經訂了飯店了 所以吃東西簡單一點吧 就不要去吃什麼美食 就不要去那種太貴的一個餐廳 所以今年春節的旅遊是四億七千萬人 叫疫情一口氣增加了百分之十九 但今年鐵鎮鎮的事實就是 每個人出去的一個消費 下滑了百分之九點五 大概就是少了十%左右了 所以很多人現在就是 出去玩就不錯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只逛不買 那只逛不買 經濟怎麼會好 好 現在觀光的狀況不好 現在更慘的狀況是在工廠 工廠門口擠滿了很多不滿的一個工人 為什麼呢 現在中國呢 這次的一個過年 出現了很多荒誕離奇的事情 發生什麼事呢 回去過年就再慘了 沒有年終獎金喔 你要回來對不對 他就說哎呦 我就沒訂單啦 過兩個月再回來 各位這不是變相的一個 做整個遣散嗎 遣散也就算了 你要給人家遣散費啊 你說你兩個月後再回來 這個就是無薪假嘛 變相 做變相 所以現在很多的網友就說 失業的人比招商的還要更多 找了五天還是找不到工作 現在中國不是沒工作 就是低薪 所以就現在今年很多台商 回報的一個狀況 因為現在過年 還在過年期間 有時候吃吃春酒 吃吃尾牙 大家在說 現在中國到底要怎麼辦呢 現在中國比較簡單說 除了特定產業 吉他的 要好 也要完轉了啦